你知道吗?其实砂锅也需要开锅的 因为如果是没有开锅的话 当你煮东西的时候太热 它就很容易裂开而且不耐用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怎样开锅还有怎样养锅 首先开锅的第一步就是清洗砂锅 如何清洗?不是只是用这个洗碗精 我们今天需要准备两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我们的洗碗精 第二样就是混合这个白醋 因为当洗碗精跟白醋混合过后呢 它可以洗掉里面含有的铅 刷完内锅里面只需要拿去冲洗一片 然后我们第一步的开锅就已经完成了 开锅第二步就是煮一锅米粥 煮好一锅粥 然后记得将它的米汤均匀的淋在锅内每一个位置 包括这个锅盖也是一样 因为米里面含有这个淀粉的成分 所以它可以添补砂锅大大小小的缝隙 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 煮好了的米汤需要直接倒掉就可以了 然后拿一个干的布直接抹干里面就可以 第三个步骤也是开锅跟养锅的最后一个步骤 首先我要使用石油 然后沾了涂上均匀锅内里面每一个部分 然后隔置一夜 第二天的早上你就可以清洗使用了 以上是保养砂锅和开锅的方法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谢谢 谢谢